就在整整的24小时之前 如果你是在俄国 看到俄国官方媒体的电视 你会赫然觉得 是不是俄国已经打胜仗了 因为你看到的是全俄罗斯的电视 都在转播在莫斯科运动场上 一场大型的爱国嘉年华会 所有的民众 歸舞着国旗 高喊着可号 庆祝着胜利 当然并不是乌克兰战争胜利 而庆祝俄罗斯当年 兼聘克里米亚八周年的纪念 一身青年打扮的普丁总统 也到现场发表激昂的演说 他在满场的欢国当中 高呼爱国的口号 同时告诉他的国人 在前方的战争 已经看到从来没有这样的 团结的士气高昂 他以圣经的言语 以宗教的呼吁 大家要完成这场圣战 来解救远方的同胞 同时他预料未来的乌克兰战士 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当然现场的欢呼不断 我西方媒体报道是 很多人是被动员而来的 这些场显然为了挽救 以及所谓重振俄罗斯 内部团聚事件的一场 刻意的群众大会表演 而且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 战地的进展距离胜利两次 那还远得很 事实上在战地 现在看到的现况是 俄罗斯方面所表现的战斗力量 尤其是战斗意志 非常的不灵想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轻敌 以及各种情报的误判 最主要还有一个关键是 俄罗斯这次有很多的征援兵 来到战场上 他们的士气 明显受到了破大的考验 很多人发生了逃避战事 或者是躲避战事的 种种的所谓的战场的风际的问题 西方媒体以军事专家的估计 俄罗斯到目前 至少已经有7000人阵亡 死伤的总数字 至少在万人引上 这短短的不到四个星期 如此大的伤亡 显然批示俄方 要改变他的战略 目前俄国的方展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他们跟三个多星期之前 几乎没有太大的发展 目前战事最激烈进行的 似乎是在东部以及南部地区 也就是俄国原先希望 造成独立的这两个地区 俄国目前只能在这个地区 力图巩固他的阵地 来获取最后获得胜利 目前最激烈的城市 就是这个海港城市 当地的战况非常激烈 包括周荣难民的一个歌剧院 据说里面有1300多人的妇孺 儿童都在里面避难 甚至这个歌剧院在当地的外面 还用俄文写的大大的儿童字眼 避免遭到攻击 不过还是遭到了飞弹的攻击 而这个飞弹的攻击 几乎把这个歌剧院全毁 目前得到的消息 是在目前盘害当中救出了130人 但乌克兰官方提供的消息说 这里面避难人数超过了1300人 究竟伤亡如何 目前还不得而知 其实很多军事专家回忆 在2月24号攻击发起的时候 俄国当初的规划 应该是希望以闪电战的方式 以3到5天 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 拿下基辅 而砍掉所谓当时的领导政府 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上台 也就是所谓我们讲的闪电战 加上斩首行动 因此您记得 就在2月25号那天 俄军从白俄罗斯 当时的边界的巴奇县 不过100公里距离首都 他们调派了400名图鱼队员 分成30架武装直升机 攻击基辅郊外20多公里的 一处机场 当时美国记者还赶到了现场 就看到这些突击部队 正在降落当中 而目前根据社后的情报 引判显示 当时这400多名的突击队 就是希望能够占领这个机场 让后方的运送物资 可以源源不断地降落 把这个地方成为据点 接着立刻进攻基辅 但是哪知道这些兵力太过于轻敌 或简直是普丁太藐视 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 也是这个部队到了当地之后 遭遇到连续好几天的激烈对方 双方竟然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 这个机场当然最后还是被俄军攻下 但整个的战况已经完全改变 原来闪电战变成了可怕的消耗战 原来想一举夺下的那种气势 以及战场的胜利完全没有 以至整个的战事被拖延 也造成后方的运送 完全无法运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今天接受美国ZNN访问的时候 他也自己承认 也是一首次说出 他们认为俄罗斯军方 在整个的情报研判 以及部署 以及兵力调派 出现了好几次严重的失误 这也是美国军方 都没有预料到的 当然西方国家的军事物资的援助 也是一个重要关键 目前光美国所提供给乌克兰的 人生物资军事援助 已经超过了百亿美元 十几亿美元是军事物资 都是NATO 以及所谓美国的最先端的武器 他们有一个要点就是 他们发觉在这场战役当中 对付俄罗斯这种部队 最好给乌克兰军事用的是 好用 好操作 而且杀伤力大的武器 接下来我们给你看看 在美国最近所提供的 包括了所谓个人使用的监视武器 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甚至有所谓的刺杀的无人机 这些武器都可以小部队 甚至一个人就可以使用 15秒钟就可以完成射击 而大神的摧毁力 那是非常非常惊人 也迫使俄军在这场战役当中 出奇来说 他们吃了一场大白杖 火烟 火烟 这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最害怕的武器 素有坦克杀手称号的 标枪反战车飞弹 非常强烈和非常效益的 标枪飞弹由于采监射型 体积小 重量轻 单兵就能基带 能够随时部署 机动性高 而且是红外线主动导引 可以射后不理 保障操作士兵的安全 一旦标枪飞弹 标枪飞弹 枪飞弹就能够随时部署 机动性高 标枪的攻击方式也非常特别 它先以每小时300公里的急速 快速接近目标 然后爬升到50公尺高度 以五雷轰顶的方式进行攻击 利用重力加速度 加上高爆性火药 摧毁敌军坦克 装甲最薄弱的车顶 遭到锁定战车或装甲车 几乎无法幸免 经常是炮塔被标枪飞弹炸飞 呈现伸手益处的惨状 你会得到什么叫做 乌克兰部队能够阻挡 俄枪飞弹就有关键性作用 俄罗斯陆军熟悉的战法 就是以威力强大的火炮 加上机动性高的坦克 作为长驱直入的先锋部队 迅速打垮敌军的抵抗意志 早年曾接受美军训练 对操作标枪飞弹 已经滚瓜烂熟的乌克兰部队 在这场俄乌战争中 就让这项力气发挥最大功用 击毁数百辆俄军坎克里装甲车 使得俄军闪电战术 严重受挫 无法依照原先计划 在两天内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段由乌克兰部队公布的影片 就是标枪飞弹的最佳示范 俄军坦克车队行驶在道路上 突然遭到飞弹攻击 一辆接着一辆起火燃烧 侥幸逃过一截的赶紧掉头落跑 还有几辆坦克被俄军抛弃 成为乌军的战略品 陆地战术大挫败 空中优势也难以掌握 更让俄军无法达成速战速脚目标 原本外界以为 拥有最先进战机的俄国空军 应该可以轻松掌握乌克兰的制空权 没想到因为缺乏精准引导武器 俄国空军的任务 多半是为地面部队提供低空火力支援 如此一来又遇到乌克兰部队的 空中克西刺针防空飞弹 和标枪飞弹一样 刺针也是属于监射型 而且体积更小 灵活性更高 可以锁定高度4000公尺以下的飞行物 然后以超过两倍音速的速度 拦截以及目标 也因此俄军的直升机 经常成为刺针飞弹的牺牲品 甚至连飞行速度快 有装甲驾驶舱的SU-25地面攻击机 也难逃刺针飞弹毒手 发动机以机尾严重毁损 差一点就无法返回基地 再加上乌克兰空军仍保有约70架战机 以及相当数量的防空飞弹 俄国空军更无法在乌克兰领空 马虎嚣张 只凭两种飞弹 乌克兰部队就能成功地 阻挡20万俄国大军 不让他们越雷尺一步 顺利夺下基辅 也难怪美国对乌克兰的最新军援 还是以提供这两种飞弹为主 从开战以来 美国提供乌克兰超过4600枚标枪飞弹 自尊飞弹的援助数量也超过1400枚 而除了飞弹之外 还有这个 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从阿富汗空军获得的 5架二制MI-17核马式运输直升机 也将转交给乌克兰空军使用 MI-17一次可载运4000公斤的货物 将可为乌克兰前线士兵 快速提供物资补给 强化战斗力 大型直升机大方送 更迷你的无人机 更是当作伴首领 美国计划提供100架 外号弹簧刀的小型无人机 给乌克兰政府 这种类似玩具遥控机的无人机 长度只有61公分 以身锋特攻队自杀攻击的方式 摧毁敌军目标 是可怕的杀手 因为体积实在太迷你 任何防空系统都无法侦测 届时会让恶军相当头痛 一家华府智库已达成军事效益 以及避免和俄国引发冲突为指标 分析美国应该对乌克兰提供哪些协助 结果发现支援无人机可发挥最大效益 也最能避免与俄国冲突 对乌克兰政府来说 它能更想要的 是土耳其所制造的TB-2军事用途无人机 乌克兰从2019年就开始使用TB-2无人机 除了执行军事侦察 还可以利用挂载的炸弹攻击地面目标 发动攻击的俄军补给线拉得相当长 就容易成为乌军无人机口中的北洋 也因此损失惨重 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虽然不在美国提供的军援清单中 但华府智库专家表示 乌克兰也急需这项 已经实战证明有效的飞弹防御武器 致命性的武器虽然会重创敌军锐气 但人的因素才是战争胜负 最后决定关键 纽时报导指出 美国国防部情报显示 超过三周的战争 已经至少造成7000名俄军阵亡 比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 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受伤的人数也在14000到21000人之间 伤亡已经超过10% 无法再执行与战斗相关的任务 地面战既然打不动 俄军现在只好利用包括号称 无法被拦截的伊斯坦德地对地 短程战主导弹 以及巡弋飞弹 对乌克兰城市进行无差别攻击 希望借此完结民心 但对乌克兰特的正义而言 几乎逃跑得少 二军虽夺下部分边境区域 但跟原本三天拿下乌克兰的目标 早已差了十万八千里 现在对二军而言 小赢就是输 那么对乌军来说 小赢就是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